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赵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 是神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上的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赵 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 在罗马为神所爱 奉赵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 感谢我的神 以你们的信德 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 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 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 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 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 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 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 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 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化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 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与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 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翻成了鱼桌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 走兽 昆虫的样式 所以 神任凭他们 惩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 变入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幻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因此 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起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 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怨恨人的 不怨恨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 判定行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